告诉您 给梯田香金边 已经out了 香活人边 往这儿看 墙里墙外 金句妙评 欢乐开挂 直面人生 各位亲 我是刘卓 我是李正 老平茶馆又跟您见面了 今儿给您继续盘点党国盛世 笑掉门牙的新闻段子 扶好门牙 各位 揭晓党用活人香金边 恶性事件之前 先有各位汇报一下哥俩赞助商带来的好消息 为您节约一大笔生活成本的小妙招来了 这事儿要从刘卓的一顿自助餐说起 往这儿看 哎 刘卓 问您个事 什么 您喜欢自助餐吗 自助餐 问点上了 我最爱这个 我为什么呀 花钱不多 想吃什么吃什么 龙虾牛排 各种寿司 都喜欢 胃口还真棒 如果您交了钱 服务员告诉您 龙虾牛排 各种最上乘的美食 您不能吃 那您还去呢 不是 凭什么呀 钱我花了 必须随便吃 这位要急眼 but 告诉您 您已经确实长期遭受了这种待遇 我让自助餐给骗了 不是 我是说呀 您每个月的Netflix订阅 受到的就是这种待遇 Netflix订阅 没明白 您知道您支付的所有这些流媒体服务 什么Netflix 迪斯尼 巴拉巴拉各种 在每个国家 每个地区有不同的节目 不同的节目 您知道吗 不知道 也就是说呀 他们的节目实际上 比您能看到的 多一千多个选择 而您只能反问其中一小部分 我一直享受这一小部分的待遇 这就是我用Express VPN的原因 不光保护隐私 还给了我修改IP的权限 让我能自由的观看所有节目 有这么好的事儿 那是 打个比方说 您想看周星驰电影《功夫》 可Netflix没有 我打开Express VPN 就像这样 轻轻一点 这一键 把我的位置改成德国 刷新页面功夫出现了 这也太牛了吧 那我想看别的电影呢 看霍元甲的话 IP改成韩国 看杨子琼的奥斯卡新片 IP改成土耳其 您这纵横全球啊 我想看带中文字幕的行吗 这英文我看不懂 没问题 您把IP切换成新加坡 滨海湾 所有节目 全都带有中文字幕 这也太棒了 才明白 我订Netflix 花跟别的国家一边多的钱 才让我看了这么一点节目 抱歉 您花的钱 没准比别的国家人还多呢 还多 而我用ExpressVPN 从阿根廷买Netflix 订阅费不到4美元 不是 4美元这么便宜 从低收入国家IP 搜索机票酒店更便宜 这要不用ExpressVPN 是真不行了这回 茶馆题目下方文字表述 还有置顶留言里边都有链接 ExpressVPN.com 赶紧点击 您可以额外获得3个月免费试用 什么都甭说了 麻哩的 点起来 回到给梯田香金边现场 您知道这令人发指的奇葩场面 到底是怎么出笼的吗 你不写着吗 某地为迎接领导检查 眼神够辛辣 为迎接上级领导还乡团 检查水稻上山成效 被折腾的五眉三道的村民们 被逼着身穿少民族节日盛装 在田梗上一通翩翩起舞 就这雷人画风 就为给上级领导一惊喜 领导们私下表示 如果村民一猎去 整排整排摔倒在水田里边 我们就更惊喜了 挫火 你说你党这帮以坑爹为己任的蛀虫 缺得不缺得 那事不管 缺政绩是真的 只能委屈一下 水到羊苗了 真让您说着了 声势比当年除四害时 全民吓唬家巧还壮观呢 把水田里的稻子吓得 光何作用都不会了 一通窃窃私语 羊苗窃窃私语 一着急也会说话 这么说的 我的妈呀 哪来这么多妖魔鬼怪 群魔乱舞啊 真是 不会闹出彩岔事件 集体砸在咱们身上吧 那可就连土碎的机会都没了 完了 宁可稻田不长草 群魔也要跳舞倒 看齐意识给害的 网红吾吾吾吾吾吾吾宇森怎么说的 人家都卷你不卷 人家都舔你不舔 行行行 打住 表忠已经发展到舔不知耻的高度了 党的各级好干部 在表忠事业上真先恐后 您不弄出点花样来 真跟不上形式啊 形式表示 迎头撞上口水洪风 一浪接着一浪了 什么病态戏子国吧 还有 人比稻子多 这么种地 有意思吗你们 别提多有意思 还有意思 水稻享受着曼妙的舞蹈和音乐 一高兴 那还不得风涨啊 一亩涨好几万斤 那轻松啊 提前飘了 难怪网友都说呢 好弱智啊 这么下去 这国家还有救吗 羡慕妒忌恨 典型的 跟您讲 连地球罪牛80后都服了 一通拍大胖脑袋表示 我恍然大明白我 拍完了没说那句呀 浪费我多少脑细胞 也想不出来这么搜的搜奴依 费不费脑细胞不知道 费电是真的 费电 给梯田装那霓虹灯金边 按大喇叭 放舞蹈音乐 那不得从村里往外拽电线呢 您说这不有病吗 干不说了 各位村民请注意 活动结束以后 骂铃回家把家传的煤油灯全找出来啊 这两天活动用电量超标 后半个月暂时无法供电 谢谢 您说坑爹不坑爹 怀乡团一早 抄水机躺平 没电真玩不转呢 老乡们 这得理解 咱们国家还很穷呢 那边儿去 要不这样吧 给秧苗好好做做思想工作 思想工作 人人啊 各位兄弟 再过半个月 那水就来了 三年大饥荒要扑面而来 真服了 上稻田玩娱乐 你哪能不能正常点 该哪乐哪乐去呢 抱歉 您说那自由正常娱乐时代 已经过去了 现在兴极限思维 要让农民伯伯 在党指定他们的娱乐时间 娱乐地点 娱乐方式进行娱乐 齐活 吹哨吃饭 按点下蛋 你们管里养鸡场啊 差不多 告诉你们 不遵守规定 后果是很严重的 6月11日浙江温州瑞安 有两个村民 为申请村党支部书记同意 就擅自组织村民偷偷摸摸摸玩滑龙舟 偷偷摸摸 摸 贪神啦 看见农民高兴 党又压不住火 哪何止压不住火 都气炸了 书记直接让派出所 把那组织活动的村民安地起一通摩擦 上靠子 你凭什么呀 你 给他们安的好几顶大帽子 什么帽子 有罪过啊 借造龙舟 滑龙舟的名义 非法聚集 从事封建迷信活动 变向敛财 你什么封建迷信 华龙舟纪念三驢大夫屈原 属于封建迷信 算不算再说 那就是个说辞 主要是 这事没通过党支部 村书记 庆家书贝哥哥 人家族龙舟系列产品 没转出这玩意 嗨 村书记没遭二好处 打极报复 您说这帮人 你以为呢 不接受村支出领导 这就属于政治问题 嗯 极限思维到顶端不是白说的 就是要把他们训练称党的巡服工具 还训 这农民够训服的了 还嫌不服啊 不行啊 不行啊 农村主人翁啊 自有散漫惯了 不服管 臭毛病太多 竟敢蹲着他们家地头抽烟 什么意思 蹲地头抽烟 也不行 这必须不行啊 为什么呀 要抽烟 上村支部的西安市抽去 农村西安市 那还种不种地了 西安市 那不管 上西安市有好处 万一赶上县里检查 全村农民排队上西安市抽烟 夸夸给你们一通照相 没准还能上报纸呀 什么边儿去 没人愿意给你当什么群众演员 农民干活累了 坐地头抽根烟歇会儿 这上哪门的 什么西安市啊 你这 西安不积极 思想有问题 这无语 看来 你党这要对手无寸铁的农民 直接集中营市管理了 反正您这么说吧 在习总书记亲自指挥亲自部署之下 干嘛呀 内循环扩展为双循环 内部矛盾急需引入战狼外交的雷霆手段 干嘛 用战狼外交对付咱中国老百姓 怎么着 不服啊 外交战线现在战狼都超标 挤兑 咱们耗子康香屋里横这党 得让窝里的蝼蚁草民分享点红利 完 国内同胞们 勒紧裤腰带 嘴上贴胶带这日子 要走起了 注意啊 第一位出口转内销登场的外交战狼 是红遍欧洲大陆的驻法国战狼大使卢沙耶 你跟什么 出口转内销 这撒野战狼要回国内撒野了 Yes it is 嗯 港媒消息有云啊 战狼卢沙野即将被贬回国任闲职去了 战狼闹得欢 眼瞅砸清单的爷子 疑似 看自由亚洲消息 因战狼姿态多次惹出外交风波的中共驻法大使卢沙野将被贬返国 港媒《星岛日报》12号独家报道 卢沙野回国之后 要接任中国移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 从事民间外交 什么意思 直接降格成民间外交大使了 战狼仰天长叹 撒野告一段路 熬鹅将那大锅跟哪呢 我主动进去吧 我 驴皮不干了 没那么悲观 大外宣说了 卢沙野已经住法国四年 也快到59岁了 回国这属于正常安排 现任外交部副部长邓丽 有可能接替他的位置 接替 不过我看着中共驻法使馆官网 卢沙野的大名还跟那呢 当然 这不还没到日子呢 注意啊 您可别小看驴的新驴棚 中共对外有邪 名义上是从事民间活动 其实是官方机构 哎 党国特工间谍 经常打着对外有邪旗号出征 满世界 收集情报去 网友都感叹了 一头驴领弦对外友好 直接把友好协会变仇恨协会了 战驴精神下基层 争取早日入脑入心入魂 一尊高调驳斥 友好变仇恨的传闻 说 再也找不出比撒野驴更友好的同志了 哇 胜赞 不过这位撒起野的友好的真是不要不要的 出任驻家大使那会儿 卢撒野力挺孟晚舟 玩命抨击加拿大白人至上主义作祟 驻法期间骂法国学者是小流氓 引发了法国朝野震惊 最最震惊的还是今年4月份 老驴同志 接受法国电视台采访 大放厥词 历史上 克里米亚半岛是俄罗斯领土的一部分 前苏联加盟共和国 根本上来讲 就没有有效的主权国家地位了 说完就递真了 可不 前苏联国家各种抗议 80多欧洲议会议员 敦促驱逐卢沙野 闹到最后 连小马哥 法国总统马克罗 都不得不公开指责驴沙野言语不当了 党国外交部 脑袋白毛汗 哗哗之落 紧急出了灭火 女战狼毛宁玩命解释 苏联解体那会 我们最早跟分裂的国家建立的外交关系 驻法大使馆也认逢了 一通表示 那卢沙野的话 只代表他个人观点 最让党不嫌害臊的 是中共驻欧盟大使傅聪 哥们冲出来高调表态 听战驴叫唤就甭种地了 不管那个 咱们是中欧合作无上线 中俄友谊无上线那个 那个已经过去作废了 是一种夸张的修辞手法 没那回事 直接把俄爹给玩了这位 这还不算呢 面对整个欧洲排山倒海般的反驴浪潮 反驴 行 一尊习近平拧不半天 最后不得不亲自出马 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一通热线电话 让驴大使声声给逼出来的 包电话周 一头驴把一尊一盘大旗搅得灰飞烟灭 狗急跳墙了 以至于传闻四起 说卢沙也 5月15号被赵培国要跟习大兰当面认罪去 不过这事 外交部战狼汪文斌给否认了 说这是一假消息 卢沙也前两天也冒出来 最后呼吸了一下法兰西新鲜空气 还跟媒体记者一通跟着召召呢 这有些人小题大做啊你们 也怕自己混个兔死狗烹的下场 现在好多网民都怀疑 卢沙也会不会成为第二个外交部战狼赵立坚 得 这网友刘世辉就告诉说 赵立坚和卢沙也是两个舔皇上用力过猛 被抛弃的历子 没有金刚钻 非懒这技术活干嘛呀 你说 成技术活了 驴表示 得亏有人提出完全相反的观点 驴被牵回党国笼子 说明那位要继续让这头驴发挥作用撒野 彻底晕叹 上对外友好界撒野去了 网友都问 都扔出这十万个位什么来了 这破玩意儿能对外友好他 一尊微笑点头 我已经为友好二字重新指明了方向 你又指明方向了 当官方战狼太抢眼 让这头驴发挥点余热 上民间单位教战狼用用技巧的 对了 把战狼战驴 各种撒野的传染病 往基层好好传播传播 明白了 继续为敬的事业 这驴沙也不说吗 疯狗太多 我撒野 我是战驴 我骄傲 要偷着乐着呗 还没说了 就算中共暂时隐藏战狼本性 也不太可能真的放弃战狼外交 北京整合世界各地战狼外交窗口的动作 属于低调版的战狼升级 准备推出战狼外交第二季 说这我想起个事 这驴沙也不会回去逼一尊无统的吧 我记得他那时候跟法国媒体说过 统一以后要对台湾人进行再教育 这哥们是不是想干这嘛 对撒野的前景表示猜闷 是啊 自由亚洲也展开文卷调查了 战狼卢撒野反国从事民间外交 中共对卢的安置说明了什么呀各位 这我看了 很多人表示对驢撒野的前途的悖观 推号强国荒诞字就是说 就是一个用力过猛的夜狐呗 对 也有敲鞭鼓的 网友说 能够安排到对外友好协会 这做法非常 典型的村霸流氓做法 你们说我们大使不友好 太粗鲁要驱逐啊 我弄回来 给个友好的荣誉帽子戴上供着 恶心恶心你们 不过哥俩朋友 正经评论人秦鹏完全是另外一个观点 秦鹏就说 这个习近平给驴沙野这个位置 其实是什么 是个奖赏 因为那是个非常重要的特务部门 而且 上面直通天庭 这就等于跟习近平 两人直接合作 直接接受习近平指示的机会 反而更多了 确实有见面机会 当然了 本人个人还是认为 把驴沙野换笼子 更大程度上属于老习外交思想的一次挫败 您注意消息出来的时机 俄乌战大逆转 乌克兰大反攻已经节节推进 国经自个都承认 俄罗斯已经陷入了困难时期 完 一尊摸石头过河 这块撒野大石头 忒油腻 让一尊一脚踩空 跌水里边去了 不行 得赶紧处理这条驴 跟俄罗斯秀一把 距离产生美 真开始秀了 中共国防部已经跟乌克兰国防部紧急送秋波了 说 咱们两国亲兄弟似的 要尽快开展深度合作 够无耻 现在最百感交集的 不会就是普京普大人了 心说话 我那知心好友 尚不封顶那承诺 一个字都不能信 必须的呀 多少外国人吃了大亏了 去年6月份 比利时驻华大使馆官方专门辟谣 痛斥中共那假消息 刘卓说的是比利时驻华使馆那辟谣通报 起因是中共党媒参考消息 报道就说 有上万人挤爆了布鲁塞尔街头 高喊阻止北约 比利时驻华使馆 蹭一下把报道截图扔出来了 直接打了个大红叉 说 这就是谣言呐 我们抗议者在布鲁塞尔街头游行示威 是抗议高通胀导致的物价上涨的 绝不是反对北约 或者阻止我们支持乌克兰抵制俄罗斯 这大脸打的啪啪直响 网友还给补充 说 前阵子呀 布鲁塞尔农民 全都反对欧盟减少使用氮肥的政策 把农机具直接开到精神抗议去了 也被一帮推特上的五毛粉红 一通编故事说反北约 您说是不是 进入撒谎双循环了 党国外交口对国内撒谎 忽悠那帮小粉红 小粉红鸡血灌多了以后 还自个儿翻墙出去 自发替党边咕咕着去了 结果 里里外外是各种被打脸呀 这是第一轮循环 第一轮 党为了满足有鸡血嗜好的小粉红 不断飙高的注射量 只好继续撒谎 同时外交战场战狼更加撒野 结果就是更更加惨不忍睹的被打脸 进入下一轮循环 不照这么循环下去 党那大脸不得打成那紫皮大茄子 大几率事件 连温婉含蓄的韩国 都已经开始对党国挥大拳头 尹熙悦登场 战狼团蒙圈 劳严 威武 6月13日 韩国总统尹熙悦高调批评 中共驻韩大使邢海明 说他言论不当 导致韩国人民非常不高兴 党国跟中国口水战再次升级 韩国人民是惹不得的 惹急了是不好办的 真不好办了 韩联社消息 尹熙悦13日上午 在龙山总统府召开会议 说 严重怀疑 党国这位外交官邢海明大使 到底想不想让韩中两国互相尊重 增进友谊 行的言行 让我们大韩国民 回肠不高兴 不是 邢海明说什么了 咱们惹的韩国政界 全都雷霆半军日的 还能说什么呀 战狼病犯了呗 行呢 在6月8号会见韩国最大在野党 党魁叫李在明 不知道哪根筋搭错了 一通给人上课 上课 在美国全力打压我党的情况下 有人赌美国赢我党输 大错特错 错得离谱 知道知道 完全背离历史潮流 我把话撂这儿啊 赌我们输的人 等着后悔吧 您说这不没病找病吗 邢海明撒野第二天 韩国外交部立马召见这哥们 严正警告和抗议 党国战狼的挑衅严行 告诉说 邢海明发明的不实内容 和令人无法容忍的言论等同于干涉我们韩国内政 严重了 关键这已经是尹熙悦啊 政府第二次召见邢海明了 四月份有一回 尹熙悦当时接受路透社采访 谈台湾问题 人就反对中共用武力改变台湾现状 引发中共外交部跳脚各种骂粗话 不会别的 韩国立马召见邢海明 抗议中共外交失礼 中共当时啥态度啊 能什么态度啊 仅仅扼住自己喉咙 又来 行 王文斌直接把中韩关于恶化责任 啪唧扔到尹熙悦脑子上去 一贯子 中国外交部也召见韩国驻华大使 也表示抗议 还说 邢海明的言乱完全是职责内所在的事 齐活 联手了这事 跟尹熙悦表现一下什么叫杠精 所以 韩国朝野既震惊又愤怒 韩国国民力量党议员叫申元职 紧急敦促尹熙悦政府 妈厉的 赶紧宣布那姓刑的是不受欢迎的人 对他发出最后通牒 要求公开道歉 只要拒绝 立马就驱逐出境 我驱逐 这有点麻烦 这老习刚把驻法国那头驴 安排到对外有邪 这又轰回来一头驻寒战狼 这么多牲口 往哪飞呀 对 小赵表示 那什么海边私宽敞 到上我这偷着乐来 啊 这还偷着乐呀 好嘞 送人好茶 手有余香 别忘了点击哥俩为您争取到的ExpressVPN优惠政策 置顶留言 有链接 省钱行动 走起您呐